台湾的渔业问题很多 蔡政府执政七年多以来 渔业问题依旧层出不穷 由于渔民出海的成本飙高 许多老旧渔船干脆停航不作业了 渔船闲置渔港太久 竟然还长出了杂草 甚至长出了杂树 这叫以海为生的渔民 情何以堪 究竟渔民是怎么看待渔船上 杂草重生的荒谬呢 又该怎么样来改善渔民的工作环境呢 一起来听听他们自己怎么说 杂草重生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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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没说去前怎么要处理呢 派去 没了 政府没收 谁知道我们渔民的辛苦 每天船进来 哇好好哦 抓好多鱼 我们在哭的时候 有能看得到吗 没有嘛 客外人不然是难过了 要体重看一个人的难过 每天抓的数量 跟开销支出都不成正比 希望郭台铭先生能帮我们开港 让我们的渔船有地方靠 这家郭台铭先生 如果有这个机会 有来跟我们搭三港 这样才是坐 这港的地方是 渔民们在海上讨生活 已经很辛苦了 蔡政府却拿不出办法 来解决渔业的没落 渔民们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渔船上长草甚至长树 形成另类的天下奇观 没办法 渔业已经开始在没落 年轻的人也吃不了苦 老鱼买了都退休了 不划算 不合乎成本没有人去抓 我们捕鱼目的就是要 养人家活狗 抓的数量跟开销支出 都不成正比 那没办法 我们也想卖 就是找不到人卖 这港如果没得到经营的基准 就是政府看到 把他们收购 然后接受更高 政府可以把一些 就背去的渔船回收 照鱼排的价钱 把它收回来这样 老旧渔船如果由政府回收 渔民的生计难题就完全解决了吗 错 错 错 渔民的疏困补助也是问题重重 政府更应该要仔细来聆听渔民的心声 我们渔民还是靠我们知己 说难听点 台风天啊 你们农产业有补助 我们渔民有补助到什么吗 没有 我们一个台风修个半个月 有人要帮我们补助吗 我们然后难听一点 我们渔工也要钱 然后健保要钱 对不对 请问你谁要帮我们补助 谁知道我们渔民的辛苦 只是看我表白 你们每天船进来 哇 好好哦 抓好多鱼 我们在哭的时候有人看得到吗 没有嘛 像那个南部 他们只要坐个谁 再哭一哭 政府就补助了嘛 这不可否认的嘛 我们渔民啊 来哭一哭有用吗 没用 渔民们对蔡政府很生气 渔民的意见 政府好像没听见 说了也没人理 比较接近渔民的 没人像民进党 都过农的 没过农的 所以后来当孔孔 要接近渔民也要照顾一下 要跟农民平顶 民进党都过农的 没过农的啊 渔民们在批评蔡政府的同时 也跟郭台铭喊加油 希望郭台铭能体谅陶海人的辛苦 将来和渔民们一起打拼 郭台铭喊陶海人的农民和农民都要跟我们平坦 很多企业要体谅贪吃人的辛苦 郭台铭加油加油加油 动算动算动算 扣要吃青的人很多 所以说要有很多小套的地方要给乘客 可以吃郭台铭先生 如果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冷漏的时候 来跟我们赌三天 国家也要照顾 过来人民的生活这准你也是要去照顾 这样才是暖的 这么暖的地方 郭台铭加油 只要你肯为我们付出 我们相对会对你付出 郭董加油 郭董加油 加油